欢迎收听说瓶酒,我是KKKLM 今天要来介绍一支Inati Gavuzitamina 2021年份的白葡萄酒 Inati Gavuzitamina 好,产区就是在西班牙的Sumotano 好,那酒庄就是这个Inati Inati酒庄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 好,上周节目大概是圣诞节刚过的时候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上的时间就是跨年刚过嘛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新的一年2024年 那其实大概再过一个月就是新年了 所以会觉得每到这个时间都会觉得时间会变得很快 然后有些事情就是要去完成 然后就会生活的步调就会变得更为紧凑 然后对,可是没办法嘛 因为年前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对,就会比较多东西要准备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 那当然啦,这次跨年很开心 就是跟一些比较久没有见的朋友一起聚餐 然后一起看烟火 那说到看烟火我会觉得 很久很久以前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嘛 在学生的时期有去过新一区 就在那个看烟火 就在那个看烟火人几人的 那擅长的时候是非常可怕 就是像逃难一样 就是对,所以回忆没有很好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 其实看烟火就是一个仪式感 那虽然就是那几秒钟 然后虽然你也说每年101的烟火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问我还真的会觉得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就是一起就是 大家一起跨过了那一刻 然后一起看了这个烟火 然后好像在庆祝说 对,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然后就是会给自己定一些计划目标 然后希望在这一年 可以照着这个计划 可以去慢慢的去实现它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不知道就默默的一个仪式感 对,很特别 好,那今天要介绍这个 Inati Gavitamina 这个酒庄呢 Inati酒庄 它是在西班牙东北部的 Alagom de Somitano 这个产区 那它是符合西班牙 葡萄酒分级制度中的D.O.认证 所以其实在酒标呢 酒标其实一开始 就是大概在第二排字吧 倒数第二排字 其实它就写到这个 它的这个D.O.认证的这个全称 好,这个Somitano这个产区 有这个D.O.认证 那这个D.O.认证也代表着 说这个地区的葡萄酒呢 必须符合一系列 严格的法规和品质标准 那包括这个种植葡萄的方式 葡萄酒酿造过程 然后这个酿造的区域跟风味等等 好,那这个Inati酒庄呢 它是一个与这个当代艺术 有着紧密连接的葡萄酒厂 所以你看这个葡萄酒的酒标呢 有一个当代艺术画作的一个复制品 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脸书上传的图片 好,你们可以看看 看不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 因为我是看不出来 就感觉就是个艺术 但是没有那个天分 去意会出它的这个酒标带的 表的一个意境 好,那这个酒庄同时 它也是西班牙米其林餐厅中 相当受欢迎的一个酒厂 所以就会有一个就是 异星到三星的米其林餐厅 都很爱用的一款酒 好,那它的这个风土条件呢 是在这个碧里牛斯山的三角下 好,那自己拥有一个 450公顷的自有葡萄园 那它结合了地中海型气候 跟温带大陆型的气候呢 有着这个地中海的艳阳 跟湿冷的洋流交互 作用之下呢 山区的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它的葡萄呢 是可以慢慢的去收成 那酸度相对是比较优雅的 好,那 那它坐落在这个山丘上面嘛 那往下挖掘呢 地价会使用一个引力自流法 跟一个有机栽培 主要就是尽可能减少 酿造过程中有些人微的影响 然后去尽可能的去展现这个 把这个风土特色展现在 这个葡萄的种植当中 好,那说说这个葡萄品种 Gave the Terminal 好,就是有个浓郁的香气 有个浓郁的那种花香荔枝味 好,还有一个比较浓厚的酒体 好,那是它的这个品种的特色 那这个滋味是非常讨喜的 那这个品种是源自于德国 好,那主要是在 像是法国的阿尔萨斯 或是德国来英和地区种植 那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种植 像是意大利、奥地利、美国 或是纽西兰 那它可以酿成甜酒 或是不甜的酒 或是气泡酒都可以 那这个品种特色主要是一个 高糖度、低酸度 好,那甚至呢 有一些高品质的 Gave the Terminal 这个品种 它是适合做一个成年的 好,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第八集的节目 第八集有介绍一只 德国的Gave the Terminal 好,那一只就蛮甜的 甜度蛮甜的 然后我还蛮喜欢的 花香非常明显 那其实呢 这个品种Gave the Terminal 它在西班牙 不是一个主要种植的品种 好,那有 有概念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西班牙主要的品种会像是 Tempranillo 或是像Granach 这一种葡萄品种 好,那 Gave the Terminal呢 它在这个 西班牙是比较少见的 那如果说你这些酿酒厂呢 它把这个 它的这个品种啊 带过去西班牙种植的话 其实会变成说 很挑战 这个酒厂 本身的一些技术 跟酿造的经验 因为其实Gave the Terminal 它需要生长的条件是 是比较 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西班牙的气候 整体来说是没这么适合 所以会说 如果说 像西班牙 它要种植这个 Gave the Terminal 这个品种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说 酒厂的技术 要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 好,那当然也难怪啦 它能够种植这个 比较难种的品种 也难怪它的酒 是这么受到 这个新兴级的餐厅欢迎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 拼应感想 那这个是我在前阵子的餐会 喝到的 那其实一开始就看 是白葡萄酒嘛 没多想 那那时候 远远的看 想说反正就白葡萄酒 先喝了再说 那一喝下去的时候 觉得 哇,好浓郁的那花香 那个是辨别度非常的高 那我那时候直接说是 哦,这次一定是 是不是那个 Gave the Terminal 那个品种 然后应该是德国酒 好,德国酒 结果啊 这答案只拆对了一半 好,我忙硬 只忙硬到了一半 因为产区猜错了 产区原来是西班牙的 那就会觉得 哇,好 原来西班牙也有这个品种 它不是德国的唯一 好,然后 好,那anyway 它其实 那这支酒 相对我之前喝的那一支 德国的 德国的这个德白呢 它的甜度是 比较不甜的 好,那 很适合搭配这个中式餐点 好,那天也是搭配那个 吃那个 哎,泰式啦 我们吃泰式料理 那其实泰式这种 酸酸辣辣 又有点甜甜的这种料理呢 我觉得搭配这个 带有花香 然后 感觉有点甜 就是你闻到一些甜味 可是又不是这么甜的 这一种 白葡萄酒 我觉得是蛮合适的 好 所以满分五分 我会给它 四点五分 因为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 轻松一饮 然后 然后有把这个 葡萄品种特色 把它强调出来 然后 在餐点上的搭配上 也是非常好 会是 餐桌上 我们一桌 这十几个人里面 每一个人都 难得的赞同一支酒 好吗 就是这一支 所以我会给它 还不错的分数 好,那今天节目 就是比较简单 轻松一点了 那当然重点了 新的一年 新气象 那当然就是 好吧 新年快乐 OK 好,那最后要强调一下 本人的评分 仅供参考 未满18岁 尽职饮酒 尽职酒驾 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